烟花台风最快在周三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趁着风雨还没来 北台湾东台湾也开始做好防台准备 基隆必杀渔港停靠了50多艘游艇 也担心风浪造成船只受损 是吊派了吊车先将游艇吊挂上岸 宜兰乌石港跟花莲渔港一大早是赶紧做好准备 把船只都给绑好 桃源机场现在也超前部署 已经堆放好了沙包防洪 还在地下室装上防水闸门 船家们出的吊车 把停靠在岸边的游艇一骚一骚吊起 因为今年第六号台风 烟花台风已经步步进逼台湾 基隆必杀渔港的游艇业者们绷紧神经 集资找来吊车 要把游艇吊挂上岸防台 台湾过来的时候 我们这边只要台湾过来 我们这边所有的船 就集中起来一起把船吊上来 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可以看得到 不只基隆 宜兰乌石港也有许多渔民 在渔港内忙进忙出 要把所有渔船统绑好固定 虽然烟花台风的路径 不确定性仍然很大 但暴风侵袭的几率 已经大幅提高 由于台风很可能 会增强为中度台风 花连渔港渔民也忙着 为渔港上代修的渔船 做紧急处置 就怕风雨增强 造成船只损毁 酿成更大的损失 而国门桃源机场的房台 作业也超前部署 工程员将一个个沙包 一一装满 摆放在容易淹水的地方 也在地下室 各大出入口 装上可拆式防水闸门 房台工作毫不马虎 趁着风雨还没洗台 各地房台作业统统动起来 希望能将灾害降到最低 记得重要报道